好,開始了 這邊是HackFolder iOS版 這次是HackFolder後台的內容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6月13號 我們今天這次的HackFolder 這邊是各自的項目 從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按內向功能 可以知道我們現在可以換其他頁面 這邊有歷史記錄 譬如說我們有之前 有在更新的專案 有關於它的事情 我們可以回到剛剛那頁 證明我們是真的 不好意思 好,這些其實 點下去呢,我們就看到 它內容就會是正常的網頁出來 因為它是Mobile的,所以效能會比較好 我們可以回到上一個頁去 然後可以再選擇 誒 一回首帳 好 然後這邊這個是正常HackFolder 其實這個HackFolder 就是你可以這邊正常的編輯 然後我們這邊都不會打 目前版本的唯一沒有提供過的 就是這個頁面的編輯 沒有提供 因為我希望大家能夠快樂使用就好 但是這樣子 好厲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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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厲害